大家好,今天继续快手国风小点心系列 今天要做的是沙奇马 但是不同于传统的沙奇马 我会添加一种特殊的味道在里面 既保留老味道,但是呢又可以增添一些新的风味 而且呢绝对不会hold甜 另外呢就是我今天的配方做法做出来是非常松软 绝对不会硬的沙奇马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今天会用到一些蔓越莓干 所以加一些白凉地先把它泡一下 用劳木酒也是可以的 接着打散两个鸡蛋 分离一个蛋黄 把鸡蛋打散搅匀 中筋面粉混合低筋面粉 这样筋度刚好 而且呢又有松软的感觉 加入盐还有全汁奶粉 简单的搅匀之后 加入泡打粉继续拌匀 把混合好的面粉倒在案板上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倒入蛋液 可以用切拌的这种方式来辅助揉面 把面团揉至表面光滑就差不多了 接着盖上一个碗让它松弛30分钟左右 先在案板上撒一些玉米淀粉 来防粘 接着就把面团擀开 擀成厚度大概是3毫米左右的这样子一个大的 长方形的面片就可以了 接着就把面片切分成大概宽度是4-5公分左右的长条 确保每一片的正反面都撒一些玉米淀粉 这样切的时候呢就不会粘连到一起了 切成大概3-4毫米左右的宽度 再撒一些玉米淀粉 把切好的面条抖一下 烧热一些油 基本上你放下一根面条 它可以快速的浮起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炸面条的时候可以分批次来炸 丢下去之后呢 基本上它呈现这种浮起 然后有一点嫩嫩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不要炸成那种完全金黄的颜色 那样就会硬了 炸好的面条捞出沥油 炸到这样的颜色 它整个的口感后面是会非常松软的 接着来做糖浆 锅里倒入麦芽糖 白砂糖 水 还有准备好的枫糖 中小火去煮沸腾之前 先不要搅拌 沸腾之后就可以去搅动它了 基本上呈现这种 拿起根筷子 它会有那种细细的拉丝状态 就差不多了 如果熬的太老的话也会发硬的 这时候就趁热把炸好的面条倒入 接着倒入炸好的面条 面条炸好之后我就已经把黑芝麻 椰蓉还有 有麦芽梅梅干都加进去搅动一下了 之后再一起加进来 让煮好的糖浆都均匀的包裹在面条上 在翻拌的时候还会看到这种拉丝的状况 这样熬好的糖就是比较刚刚好的 拌匀之后就把它移到准备好的模具中 借助刮板 那手上呢可以擦一些手油 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防粘 这样把它压实就可以了 放凉之后就可以来切块了 这个沙奇马非常完美的 还原了我记忆中的老味道 浓浓的淡香味奶香味 还有那种甜甜的回甘的感觉 那我自己呢又加入了枫糖 椰蓉还有酒渍的蔓越莓干 带出了一种很独特的复合味道 也可以很好地去中和那种甜腻感 所以呢也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记得素质三连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